一出門後, 牠就會哭了 一出門後一關門, 牠就立刻嘔嘔 其實這些問題實中 因為第一, 狗主經常說 上班吧, 寶寶, 再見 都會經常跟言語說話 是 牠知道寶寶, 晚晚會消失十個小時 其實你們要跟牠建立一樣東西 第一, 如果牠有這樣的行為問題 你第一, 要安撫牠 可能上一張床 或者有些狗就可能入籠 先控制自己的情緒 否則很自然就會形成坊間 所稱為分離焦慮 分離焦慮… 分離焦慮就是看不到主人 會自殘, 甚至會繞圈 會哀鳴 很可憐 其實這些不是病 是因為狗主跟狗的關係 牠跟你形影不離 不能離開, 不喜歡, 不行 牠豈不是會有依賴嗎 即是太過依賴 對 第一, 不要在發生問題時去做 其實之前有人在家裡 平時看到你已經很冷靜 甚至乎你出出入入, 倒垃圾 也很冷靜 其實我們要教狗甚麼是yes的東西 我原來發覺你很冷靜 我會摸你, 我會負責你 但如果你激動, 我會負責你 甚至我會控制你去一個地方 可能有一個佛流堂的地方 對… 我們有個年輕人的Bonnie 狗好像也有同樣的問題 大家看到其他小狗或其他犬類 都會吠和尖叫 是 我們有請Bonnie帶她的小狗進場 好… 好, 吠了… 對了… 怎樣處理 其實你首先放下牠 放下 是 對了, 你… 狗在那裡吠了, 怎麼會 好了 吠了, 吠了 看牠還在吠, 很冷靜 很冷靜 放下牠, 放下牠 看表演, 放下牠 放下牠 牠害怕, 牠害怕, 很害怕 看Joey姐姐在旁邊 我… 慢慢繼續 Bonnie的狗不斷吠, 怎麼教牠 對, 其實現在的區域 其實這個距離, 牠永遠都不能碰 其實有很多狗屬 就像第一時間, 見狗就立刻抱 牠沒有嘗試過建立 就是你看到狗, 冷靜會得到什麼 見狗如果冷靜, 有1000元 如果見狗就立刻壞 是 一夜都沒有 好, 牠有價值 是 牠才有東西吃, 時間不斷 時間, 時間, 人物, 地點 我在這個環境裡加到有狗 是 你試一下, 冷靜 很容易… 牠很欣賞 一吃… 一吃就吃了… 一沒東西吃就糟糕 很自我 是的 但牠一直吠, 牠吃東西會不會… 變成獎勵牠的肺炎 其實你不是… 要分手牠呢 你不是沒有任何反應 你不要說好, 不要塞著牠 其實你要做一樣東西 你看我引牠 其實是分手, 用你的手 好 好, 分手要注意力 如果見到狗, 我就抱著牠 向前面跑走 是 這樣是否對?Hugo 其實最好不要 我示範給大家看 假設真的抱 就算抱著身體也好 你不要讓牠扭, 抱著 冷靜 因為…譬如你剛才這樣 牠扭著你, 不, 不… 不, 不, 不 牠快更厲害了 對, 很厲害 好了, 我看看吧 怪怪… 有很多狗的狗 不, 不, 不 你其實聽… 牠的狗, 牠的狗, 牠的狗 牠的狗, 牠的狗 牠的狗, 牠的狗 不, 牠的狗 鼓勵牠, 牠的狗 沒有反應 是 要冷靜一點 第一步最重要的是 主人要冷靜一點 要冷靜, 而且不要逃離現場 而且你… 都連牠的狗 沒錯 你發覺我一直沒有做任何的聲音 不准, 不, 沒有 沒有, 總之冷靜 是 相信我